哈喽大家好 是球姐姐看所有的迷惑 球姐在前几天看到琪妹的视频 球姐觉得那琪妹是挺可怜的 而好不松 我们来看原视频 你知道那种从来没有上过王牌的人 好不容易上了王牌之后 为了上新背后付出了多少的努力吗 就因为今天的两把游戏 让我在被窝里哭了两个小时 在琪妹视频里提到呢 她好不容易上的分 结果呢 仅花了两场路一成合 就直接跨了60多分 心态直接炸了呀 球姐在这呢 也是想分享一下个人的经历 琪妹呀琪妹 你还不是最可怜的 最可怜的绝对是我 在这几天呢 球姐呢也是当了陪陪 然后呢带老板玩 结果老板呢 就老是爱跳那种干枪的地方 结果她打不过呢 也成合 于是呢 看到她成合了 虽然我还没成合 可是呢 我还是得退出去陪她玩 一个小时下来呢 就足足掉了我200多分 我原来呢 只想在这一个赛季结束之前呢 拿到一个王牌印记 结果呢 不过打游戏呢 最主要的呢 还是要开心就好 所以呀 分数还有KD呢 其实是没有那么重要的 打游戏的用意呢 就是让我们开心 还心情愉悦 是我们打游戏 而不是让游戏来玩我们 对吧 屏幕前的小可爱们 支持我这个看点吗 如果支持的话 点个赞 却也看一下 有多少人能 开开心心的打游戏 那话说回来 七妹掉的分 可以叫那个什么 七什么歌的 慢慢上回来呀 对吧 好了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 我们下期见 拜拜 祝所有小可爱们 能在2020年 开开心心的哟 关注小姐 带你了解 事情背后真正的真相 我们下期见